今天進入嬌蘭帝王之鄉第五代 因為大家非常的忙碌 所以只有我自己先拍片 我們要成為量產的youtuber 量產全世界有多少香水 我們就要出多少影片 是不是相當有企圖心 第五代 昨天試過的第四代 第四代就是柑橘加了造像 第五代有聞過嗎 你看第五代的瓶子 盒子跟瓶子 瓶子一樣 復古宮廷風 上面是玻璃 真的是藝術 這個都是那個 嬌蘭蜂王系列的柯紋 很漂亮 打開 一樣這整個系列都走柑橘調 這一隻是檸檬比較多 檸檬比較多一點 還有一些橙花 還有一些橙花 還有一些苦橙葉 也有破了 這一隻的前味 就是檸檬 然後 還有 檸檬 帶一點 微造香 還有苦橙葉 那 CINDY說還有一些柏爾 作為開場 所以 他算是 這個第五代 就不是嬌蘭家族的人 因為這一代是 他賣掉之後 專業經理人 經營的第一隻 是 帝王系列的第五代 那就是現在手上看到這個第五代 好吧 現在我們已經 聞了前調 其實他大概蠻快的 兩分鐘三分鐘就 滾下來了 就沒有那麼 啪啪啪 好 我們兩個小時之後 同事忙完 我們再來進行 第二階段 待會見 回來了回來了 趕快來講一下 嬌蘭帝王之香 第五代 後味 嬌蘭這個帝王之香 從第一代到第五代 他都是古龍水 他都有一個明顯的問題 就是因為古龍的池香 不夠久 所以很容易就 這個 留不住他後面的味道 那 那 我趕快回頭來講一下這個 第五代這一隻 這一隻是相對於 我試過了二三四五 這一隻的後味是 讓我印象最深刻 這後面 他的味道是有留住的喔 而且 二到四代他都是比較線性的 就是說 如果是柑橘道 還是從頭到尾 就是這個 味道 不會變 但我覺得第五代後面的特色真的是 還蠻美的 他有一種貼膚感 就很像 肌膚 這個 親密的感覺 就是很舒服的 這個很柔 很美 很柔 但是這個 很有擁抱的味道 對 就是 肌膚貼著肌膚的味道 挺好的 這個 這個 第五代 如果以古龍 後衛 會 成為 詬病 我覺得 第五代相對是 在後衛 算是比較有特色的 好不好 希望 這個介紹可以讓你清楚 更了解 第五代 前中後的 不同 好 謝謝你聽完我們 一到五代 一代還沒有進 二到五代的介紹 下一支見